这是日前刑事局破获黑帮炸漆假塔位买卖吸金案件 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20名诈骗金额超过1亿4千万元 另外刑事局电针大队也破获国内首舰 利用假基地台发送钓鱼简讯炸漆案 由于科技进步加上社群媒体发达 诈骗手法也日益更新 为了强化打炸力度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行政院正在整合各部会严厉推动打炸钢领1.5版 针对投资求职等诈骑犯罪将采取更强更广泛的方式嚇阻 首先在源头管理部分 由于目前许多诈骗行为都是利用网络的立名特性 因此针对在社群平台的投资或求职广告 将朝实名制的方向规划 这个打炸的一个问题要解决 最重要的不只是在后端的一个插场 更重要的是前端的源头管理 也就是在社群的一个平台上面 要做前端的一个管理 因为很多都利用网络的一个匿名的一个特性 然后利用科技的一个手法 让很多的一个查查的一个动作不容易来进行 所以源头的一个管理就是 特别是包括投资的一个广告 或者是求职的一个广告 未来应该要朝这个实名制的方向 来做这个对话跟努力 另外未来也计划推动修法 全面提高诈骑行动 不管是主谋 共犯甚至是人头账户提供者 都可能加重刑责 那过去诈骗的一个行为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比较轻罪 但未来不会 它会变成是政府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未来的诈欺的相关的一个罪行 都会全面的一个提高 不管是主谋 或者是这个协谋犯罪 或者是包括提供账户的 这些提供者可能都要纳入 整个法律的一个提高 刘昌昌表示打扎钢铃1.5板 最快本周向行政院运长 陈建仁报告后推出 相关内容包括推动百工百业宣导 全民反扎日 与不定期规划全国同步打扎行动专案等 强力打击诈骗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